收邮事件爆发两周延烧全台 而新政院长江一华 昨天在主持跨部会的处理劣职租邮第四次专案会议之后 也宣布了要做政院的八项措施 而这八项措施就包括了要修改使管法 提高刑责为7年以下得病科8000万元 另外也要征设中央的检举专线 提供高检举奖金最高有200万元 另外就是废油将油清洁队或是合格的业者来回收 包括了食用油、饲料用油、工业用油进口分流管理 第六就是要来落实三级品管 并且会对食品追踪 另外第八项就是食品的GMP改革等等八大措施